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首先进入宗主行脚报道 参与12月19日在总本山仙佛寺举办的皈依大典 一同聆听师父会员禅师最新开示 禅机山维新圣教 19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举行皈依大典 来自全台各地的634位同修信众 在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原意法师带领下 宣读皈依信条及宏愿 至心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三宝 除一切恶习行为 发入诸善光明心念行为 精进修习佛法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清灵 为同修大众主持皈依典礼 开示皈依弟子们 我们大家都是从蓝天而降下来的 从民国71年任序年 7月24、23日 尊天的法子 九大菩萨 台湾祖师所带领的开启蓝天圣魂 由蓝天而降下来的诸佛菩萨农天护法 来到台湾 在地球上 寻寻觅觅的 还寻过去寻找 无量解来 有缘的 亲友 天人合一 所以从民国71年到现在来 我们走过时空隧道 跨越了时空 在今年庚主年 世界最乱市局最乱的时候 今天我们还有这么多 同修平安 他的来回到 玉帝 诸佛菩萨 阿弥陀佛 今年座前 有王残老祖 有王残老祖 代表九大菩萨 还归 找到 有缘人 各位都是从蓝天而来的 九大菩萨 记住 人生 短短的时间 要能够找到 自己从哪里来 从哪里回去 最重要 我们自从蓝天而来 我们自从蓝天而来 回去自从蓝天而回去 到蓝天净土 转生 西方极肉世界 活净土 阿弥陀佛的 家 阿弥陀佛的净土 所以我们要以 归一的方式 来 活度有缘人 宗主也开示 同修们 归一与拜师的不同意义 并叮嘱同修们 今日归一了 因带着祖先 及无量节来的守护神 及当下生 累劫冤亲在主 来老祖今年坐前归一 回家 也是带着祖先 多生父母 累劫冤亲债主 一起回家 这样才是真正的人生 宗主也开示 同修们忏悔 排除黑暗心念 及绝不放师 等三信条 与四大宏愿 并加持佛珠 赠送所有归一的同修信众 鼓励同修们 时时念佛 也祈愿大家平安 维新记者吴云真 游慧玲 总本山先佛寺报道 维新圣教教主 王禅老祖慈悲 般似天命 宗主还原禅师 引领维新贤士 和广大信众 例行消灾化节 解怨世节 与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修行宗旨 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目的是期盼全世界人类 累世轮回之中 曾经共同的列祖先灵们 在祭祖圣典法言中 能安顿心灵 放下冤怨 因为天下本一家 在民阳两界的心灵 都真正安定之后 进一步为世界带来和平 目前新冠肺炎天文疫情 仍处严峻 我们仰照王禅老祖神圣力量 并在台湾严谨防疫的守护网中 于2021年1月1日 星期五下午1点钟 在台湾桃园林口大体育馆 举行第十五谈 追根溯源世界和平 天下一家亲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12月20日 在总本山仙佛寺 进行祭祖大典重点项目 进场队伍的彩牌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021年元旦即将在林口大体育馆 举行的第十五谈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圆满大典 即将到来 各项准备工作 都已进入锦罗密鼓的阶段 各祭祖单位 及表演单位 和工作单位等 都已陆续展开彩牌预演 以最严谨的心情 来将各个环节锁紧 其能圆满这最后一谈 圆满祭祖大典 20日 在总本山仙佛寺祭祖队 展开彩牌演练 中组会员禅师亲临现场 关心监督演练情形 参与祭祖的法奖师 及棋牌手等一应人员 都到现场参与排练 中组于排演前 开示同修们 祭祖大典 已经辛苦了14年 现在这一谈 是最后一谈 圆满谈 当然会劳动各位同修 大家的辛苦 为全三祖儿女的和谐 也历史上 我们做了一件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如来自业 然而各位同修 我们是代表 中华三祖儿女 二十亿的人民 汇集汇心 在台湾净土 由各位的 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表达方式 就是 就能够看出 未来三祖儿女们 是不是能够 心连心 手牵手 共犯世界 真和平 所以 今天我们 彩排 由记者总会 会长 吴光局会长 秘书长 演艺法师 负责来执行 这个历史上的 天命任务 我们都是平等的 我们都是相互的对待 希望大家的辛苦努力 老祖中文 会很欢喜 会很高兴 记者总会 吴宏奇会长 也提醒大家 今年因为疫情状况特殊 希望大家都能遵守防疫规定 及注意自身安全 彩排随即在场控人员控制下展开 上午练习大队进场及退场行进 下午则着装演练 宗主全程在场关心同修们演练情形 同修们全心全意的演练 将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尽全力来圆满祭祖大典 维新电视总本3 仙佛寺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同样是维新圣教第15坛 祭祖大典相关筹备动态 继续了解维新世界合唱团 与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的排演情形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2021年第15坛 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圆满坛即将到来 每年都参与祭祖表演 以优美乐音歌声 供养列祖先贤的维新世界合唱团 20日借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太极天广场展开预演彩排 集合各地团员演练表演歌曲和舞台站台 大家尽心排演 期望在祭祖大典上 以最完美的歌声供养祖灵 维新世界合唱团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创立 由圆韵法师带领指挥团员 以乐音弘扬维新圣教圣歌圣法 借由音乐会等形式的演出 带给维新贤士及善性大众们心灵的饗宴 维新世界合唱团也于每年祭祖大典上演出 供养中华列祖先灵 及与会所有中华三祖儿女代表何嘉宾 获得热烈掌声赞叹 此坛第15坛祭祖是圆满坛 维新世界合唱团也希望以最完美的演出来圆满 除了20日的预演彩排外 合唱团也在平时上课团练时间继续加强练习 团员们在圆韵法师带领下 一遍遍演练表演曲目 将歌曲的每个音部曲调 首饰和表情 来表达其内涵精神 藉此会心会神会祖灵 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导 维新圣教公祝阿弥陀佛佛弹 继护国席灾大法会 自国历9月11日开始到12月18日圆满 进行99天的宗教典仪 为世界196个国家祈祷 仰赖王禅老祖天威 祭诸天圣神先佛的威德力 祈愿法界众生 回归南天净土之后 祭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圆满求度继续修行 祈福地球天温天灾止息 世界平安 12月19日维新贤士同修 将法会谈成中的五谷徽宝 供养于维新圣教总坛 完成最后法务程序 功成圆满 贤士同修无谓不失 法喜满心 蝉基山维新圣教庚子年公祝阿弥陀佛佛佛誕 即护国习灾齐安大法会 于18日圆满法仪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圆毅法师 19日上午率领贤士同修们 来到维新圣教总坛 八卦天心庙连台 供养五谷徽宝 不愿地球世界各国人民都平安 风调雨顺 无饥饿与战争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在同修们出发前 于千佛禅堂开示同修们 99天 包括今天是100天的努力 代替地球人类所有的众生在祈福 不要小看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 希望大家只有力量 我们尊贵供养老祖 龙天父法 祝福菩萨 来温温这个世界 能够平 世界能够平安 我们供养这些法 法宝 武宝 供养大地众生 为什么要去 尊贵疫情大学八卦天心庙连台 八卦天心 那就是 代表地球的全部 你三个 法界农村富华 就会去分配到世界各国 那我们依后 最高的就是武淡家 武淡家 最少做的 尸吹的 尸爬的 建筑 那些都得得太困 那他就知道 这红骨条又不顺 红骨条又不顺 红骨条又不顺 骨骨头不封也不登 那我接著老祖的師篇 法蘭町從頭開始 想逃 想逃 就開始來追根作源 來做祈福 所以大家辛苦了 園藝法師一行 來到八卦天心廟連台 上香禀告老祖師尊 請老祖師尊 做祖加持一切圓滿 天溫煞神得以 解冤是結 眾生皆得宝石 同修們隨即將五股徽宝 騙灑八卦天心廟連台四周 普供養法界一切眾生 唯願地球世界各國 天溫天災永息 世界和平 人類无饥饿與戰爭 法會供養法儀至此圓滿 同修們再拜上香 感恩老祖师尊慈悲 微信記者游慧玲 微信聖教总坛报道 台南北门 二重港仁安宮 與禪吉山唯新聖教淵源深厚 結系多年宗教友誼 十二月十九日 仁安宮圓滿教建教会首一行人 抵達唯新聖教台南道場 仁安宮三尊主神 禮府千岐廣 廣泽尊尊王 宗潭元帅 乘坐大教并以莊嚴的引寢隊伍 前來恭請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师尊 一架二重港仁安宮 为仁安宮庚子年 圓滿教圣典建教 台南二重港仁安宮 庚子年圓滿教建教會首一行 於十九日中午一點 至唯新聖教台南道場 以文教功吟鬼谷仙师 王禅老祖一架二重港仁安宮建教 二重港仁安宮前輩 金香竹炮花果鑽 引老祖前倒车 投棋镇头 北管越 两散及神教等 并由仁安宮三主神 李府千岁 广泽尊王 中坛元帅 亲自乘坐大教 引寢鬼谷仙师王禅老祖 共参教典 台南道場住持 原姓法师 带领泛贝班同修及贤士同修们 奉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恭赞老祖天威 并列队迎接神教 建教会首门 前新礼拜焚香上禀 向王禅老祖师尊 禀明来意后 由原姓法师 亲自恭请王禅老祖 圣尊今生 转交建教卢主 恭请上文教 启程一架二重港仁安宫 参与仁安宫 庚子年圆满教典 维新记者 郑造玄 薛惠芳 台南道场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本周分四道场社会服务方面 主题为往生助念 请进入土城安心道场的服务报道 禅基山维新圣交 土城安心道场 范贝同修 18日上午前往桃园巴德 为十九届杨父亲班长 慈母王生赞金助念 范贝班闲事 及参与赞金助念闲事 约20位 由15届郭珍珍班长带领 先于土城安心道场 焚香禀报老祖师尊 为十九届杨父亲班长 与王副班长慈母赞金助念事宜 其请王禅老祖师尊 加持护佑圆满顺利 助念法仪先请杨班长 焚香奉请地藏王菩萨 牵引慈母前来谈成 其请新规员杨母灯连坐 静心听闻 并直角应允后展开 法仪由范贝班杨惠美班长 带领范贝班成员 及其他贤士同修们 以宗门所传 往生助念仪轨 供念往生祈祷祭文 并恭送佛说阿弥陀经 为老菩萨举行三皈依仪式 助念诵经法仪 在范贝班同修唱诵声 与悠扬清澈的沁与柳音 目语及贤士赞金声中 庄严书胜又圆满 杨班长与王副班长及家眷 也全程参与赞金仪式 并感恩维新圣教 土城安心道场 为老菩萨所作赞金助念法仪 希望老菩萨在一心念佛的赞金声中 万元放下 跟随佛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赞金助念圆满 一行人回转安心道场晋身 焚香禀报老祖师尊 赞金助念功德圆满 感恩老祖师尊护友 维新记者邱敬奋 郑孟娟 桃源报道 接触了解维新电视台最新节目动态 维新世界艺术大道节目制作团队 12月9日采访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跨域表演艺术研究所 这是国内第一所以跨领域为核心的细所 藉由陈慧三所长的介绍 了解台湾表演艺术软实力的丰沛能量 未来包括电子、AI人工智慧科技、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民俗技艺等人才 以及与声响科技教学中心等相关资源相符 将会共同呈现多元创意与跨界爆发力 艺术是人类文明最美丽的结晶 记录着人类生活的精华 反映各个历史朝代、文化、地域、国家族群人文、社会风情等千面万象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节目 目前积极自音乐、雕塑、建筑、舞蹈、文学、绘画、戏剧 以及电影这八大艺术类别中 寻访有缘的人物及其作品 期盼分享作者对于其作品的构思布局过程 让我们延伸思考生活中做人做事的进退 感受更多胆大心细 轻重拿捏放下框架的心法智慧 也许能获得和《易经》等经典书籍中相近的哲理 让我们的身心灵获得沉淀与调和 借由艺术也能帮助我们的修行 节目制作团队12月9日前往位于新北市板桥区的台义大跨域表演艺术研究所 由陈慧山所长解说跨域表演艺术的范畴 介绍创所的渊源与宗旨 以及硕士班博士班在职班各学制的特色 同时邀请博士班研究生演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 硕士班研究生展演金句《靶子宫》精华片段 演奏朱云松《寂宇缠花》杨琴与古征新创乐曲 及演唱舞蹈打击于一生的人生玩音乐 以及音乐DJ和舞蹈者的即兴作品《Urban Dance》 此研究所也是台湾第一个跨域表演艺术研究所 酝酿十年历经考验终于顺利成立 欢迎国际各领域专长学生参与 相互学习成就彼此 招生期间在2021年1月7日至1月14日 招生简章目前已公告于台艺大官网 校内多元学习平台 另包括声响科技教学中心等 教学资源丰富 欢迎对艺术有兴趣者不限细索 上网洽询详情 维新电视新北市报导 请进入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维新禅语 维新禅语 心中无染者随静而转 随遇而安 才能降服日日夜夜 因五官六成受染 而起得无名妄念 这并非消极的人生 而是真如世界的实相 录自风水学的奥秘 感谢收看今日维新周报 让我们以维新圣教 消灾化节真言 为台湾社会与世界的安定和谐 祈祷 维新净土 妙庄严 诸佛圣神 祈降临 若有天灾与人祸 愿此功德化诸节 期盼全球五谷丰登 天温天灾早日止息 欢迎您在新的年度 持续锁定维新电视 在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一点 为您播出的维新周报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闔家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